每個人都像是一本書 承載著不同的故事 而每一個故事都值得被聽見 我是宋一軒 我希望跟你分享更多的故事 在這路上跌倒過 沒有人拉起我 也沒想對我說說 就在這時候 有些人正在努力啊 幫助我 讓我有個希望在等我 可能還會去猜測 是非和對錯 但不想太多 就跟著他們走 然後呢 我笑著拉著我 走進了溜一溜 未來咖啡在這裡 散發咖啡偷偷想起 用心和專業的能力 為了幫助你 我們帶著你 未來不只有這樣 拉近這世界的距離 勇氣 再多給自己 我們陪著你 我們陪著你 謝謝你 用力鑽住我 讓我的心不會搖走 陪著你到最後 未來只有這樣 拉近這世界的距離 勇氣 再多給自己 我們陪著你 再來也不會放棄 今天我們來到了台北 在一個大同區的巷弄裡面 而這個巷弄主打的是 有故事的人才能夠來上班的咖啡館 那他們到底是什麼人 又有著什麼不同的故事呢 就讓我們今天的節目 為你揭開更多的故事 應該說一開始在國中的時候 然後遇到了比較不好一點的朋友 然後可能國中的時候就開始跑撞球館啊 然後可能什麼騎車啊 很多違法事情都有做過這樣子 然後到了高中的時候 被朋友就是被騙去做類似車手的東西 對 然後就因為這樣 然後進到燒關所裡面這樣子 我自己是為什麼會進去 就是因為也是找工作 但是就是因為涉事衛生 那找到那個工作 其實我當初還不知道那是犯罪 那直到被抓的時候才知道這是犯罪 對 就像那種我是因為廁所 對 那他們其實有很多就是 不只是騙別人說什麼會款進來 那其實車手有一些也是被騙進去的 所以其實你也算是無辜的受害者之一這樣 但是發現的時候其實你已經脫不了身了 對 因為我本身是念社會工作學系 那開始大學的時候 我們要開始要實習 我就開始對青少年這個過 就是這個階段的青少年很有興趣 以前我們那時候還有能力分班 有分A B組班 那我那時候算是A組班 但是我的同學很多都是分在B組班 或C組班 就是以前所謂的放牛班 所以我對這群孩子其實是特別的 好奇他們背後有什麼樣的故事 所以我在大學的時候念社工系 就是選擇青少年的領域 一直到畢業 都還是持續在這個領域發展 在這上班後才是有什麼事 會不會太有心碎 所以我會不會太有心碎 在大學的時候 我會不會太有心碎 在這兒的那邊 這兒的那邊 我會不會太有心碎 在這兒的那邊 我會不會太大了 在這兒的那邊 我會不會太大了 就是未来咖啡做的跟别人是比较不同的这个类型 那想问问看主案就是说 那这个未来咖啡是如何就是当时创立的一个想法 然后是怎么样把它实行出来的这样子 因为我们其实早期服务很多司法处育出来的孩子 他可能从少官所出来后发现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 因为学校可能没有办法让他们回去 加上说他们没有一级职场 所以就变成他们只能回到原本的就是犯罪的环境去找工作 因为那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这样的需求 觉得说我们的未来咖啡成立是有它的必要性 让每一地方可以去的孩子他有地方可以先待一待 所以我们叫做中继职场 就让他们出来之后现在来这边几个月 学一些态度跟他们调整他们的作息 让他们作息稳定那之后要回到学校 或者说要去外面一般的职场就业会比较顺利一点 那主任刚刚你有谈到就是司法的少年吗 那到底什么是司法少年呢 是很很坏然后有去上过法院就叫司法少年吗 基本上现在就是进入到司法处狱就是12岁到18岁的青少年 进入到少年法庭的话 基本上都会叫做司法少年 那有些很轻微的像偷窃啊 或是说像一些伤害啊 然后甚至到严重一点的诈欺啊毒品啊 妨碍性自主啊等等的就是会不同的类型 对那我们也遇过最小的就是大概10岁的孩子 就还因为偷御饭团然后进到少官所里面 对他其实也不是真的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他只是为了想要就是果腹 所以去超商里面偷一些零食啊等等的 这样的孩子也有 所以其实就算他今天不满12岁 但是他如果犯了一些比较重大的罪行 他其实还是有机会成为司法少年的 对其实基本上因为现在修法了 修法之后12岁以下是就是除罪化的 所以基本上会由行政辅导先行 会从学校端啊或者说学校辅导室 少府会或像我们这样的社府单位 会后续会衔接服务他 这边真的是蛮温馨的 对啊 也会就是像生日好了 那也会帮忙就是庆生 对对对 就会那种炸蛋糕的庆生吗 可能会有 哦还是会有什么惊喜之类的 对之前有一些人甚至就是被炸奶油 哇哈哈哈哈就比较欢乐 对那或者是像有一些人可能离职离开 那可能他们也会办一些换送会什么的 对 所以其实大家感情其实都蛮好的 对 嗯嗯嗯嗯 像我们刚刚在访问小朋友的时候 然后他们也有说到就是有的时候 他们要出来就要到616报道 那到底616是什么 对其实就是一个谐音 我们也希望说可以去除那个机构的标签 嗯 所以我们616就是说 希望少年有事没事就可以来616聊一聊 就是一个谐音 对因为我们他们其实总有一天会回到学校回到社区 嗯嗯 那如果 呃我们在路上遇到他 他如果他 他朋友可能会问说 哎那他是谁 嗯 是哪里的社工 那是不是你以前做过什么样的事情 为什么你会有社工 监狱的社工会来扶导你 所以其实我们就有个暗号叫616 哦 那我们就彼此说 哎你知道616吗 他说哦我知道 那我们就知道 哎他可能曾经被我们服务过 嗯嗯 对就是一个暗号 哦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去标签化的作用 对就像我们咖啡厅 其实我们也不会打说 更生少年公害协会 因为我们会希望说 客人来这边用餐 发现说餐点很好吃 那反而来看看我们的立牌发现 哎原来我们这边这一群 嗯 是一群有故事的人 组成的咖啡厅 他们反而会不会觉得说 哦他们只是就是 可能卖爱心啊等等 主任这边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两个 可能就是比较感人的案例 就是嗯 应该是说有很多 会成为司法少年的孩子 他们有很多不得不的苦衷 那不知道说主任这边 有没有遇到这样子的重况 因为其实社会大众 其实通常只看到他们犯罪的事实 不会去看他们犯罪背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像我印象有蛮深刻的 就是我在少温所遇到一个少女 她好像才14 15岁而已 然后我就 她那时候其实一刚进来就开始 就是情绪不太稳定 然后就是里面的老师就请她来 跟社工聊一聊 那我后来一开始聊 我先跟她建立关系 后来聊了大概半个小时 我用半个小时的时间突破她的心房 因为她其实什么都不讲 然后后来跟我说 最后到第40分钟的时候 她就开始跟我说 其实她是因为去全联 就是去偷鱼肉跟鲜奶 然后我说 为什么会想要偷鱼肉跟鲜奶 她就说其实是妈妈叫她去的 然后说妈妈势力不好 然后叫她去就是 去偷鱼肉 然后她就真的去偷了这两样 然后没想到去拿的时候就是被 就是店员发现了 然后可是更残酷的是 妈妈就走了 妈妈就发现她被抓了 当场被逮捕之后 她妈妈就掉 头也不轨的走了 然后这孩子觉得自己被背叛了 而且背叛她是她最爱的妈妈 而且重点是妈妈 叫她来拿这些东西 因为家里没有东西可以吃了 对那其实这样的孩子 我们听起来觉得很夸张 而且我们就在大台北地区 就这样的孩子是非常多的 对是后来她就进到了少管所里面 所以进到里面去之后 我们就协助她 可能在家庭 有没有一些需要的地方 对她可能就会被安置到一些 安置机构啊等等的 就是让她可以好好的成长 就是不要再为了吃的东西 其实会挺而走险 嗯嗯 其实刚刚有听到主任有讲 就是你们做了非常多不同的事情 那我想说这个部分 是不是也是因为 其实你们是民间机构 没有没有说像是公家机构 有这么多繁琐的流程 那所以才能够做到比较弹性 然后客制化的 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嗯 因为像非营利组织的存在 其实就是去弥补企业跟政府 间的不足的部分 嗯嗯 其实这个这三个是 其实社会发展的一个很大的力量 是 然后我觉得非营利组织 其实永远都走在最前面 嗯 包括说我们看到一些 就是一些政策需要被推动 像之前的反毒啊等等 这些东西是不会被看到的 所以我们就会透过倡议 透过一些社会实验 嗯 然后让就是社会大众 慢慢的知道这个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嗯 像毒品也是 我们其实讲了很久很久很久 才开始有毒房基金的成立 是 我觉得那都是要靠民间 慢慢去推动的 嗯 然后记得有一年 就是有个执探班的学生 那因为他觉得 呃上完执探班再去找工作 他觉得他想要马上赚到钱 对 所以他其实那时候上完一个月的课程 他就没有来上课了 嗯 对然后可是我们后续还是持续尝试去关心他 没想到 我在前几年看到社会新闻 就看到他是在 好像一个台风天的晚上 他就是在那个一个 好像在士林那边的桥下 就是引淡日进 然后后来发现 诶他真的是某某性别 我就诶这个 这个好像是我们之前执探班的学生 我听到之后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 嗯 然后那个时候如果他愿意 就是打开心房 接受我们 或者说我们能够 真的让他能够再 做一点不同的决定 嗯 或许他其实不需要在这么年轻的情况下 就结束掉自己的生命 嗯 我觉得说希望我们其实开咖啡厅的用意 也是希望他们没有入口走的时候 还可以想到我们 嗯 就算真的没有钱可以吃饭 我们就来这边 我们有待用餐 嗯 那像说孩子从监狱所出来 其实我们有接风餐 嗯 我们希望我们他出所的第一餐是我们请客 不要是他过去的一些黑道大哥 嗯 对我们希望说我们就是透过一顿饭的时间 我们好好聊聊他的 他遇到的困境 嗯 那再看看我们有什么资源是可以协助他的 嗯 那也让他透过这一顿饭 我们可以把人跟人之间的连结再建立起来 我们发现蛮多的孩子他们都是缺乏家庭的温暖 嗯 对那他们在他们的心中都会有个洞 然后那个洞可能他们其实最简单的愿望就是希望 哎他有爸爸妈妈可以有一个和热的家庭 可是这些最简单的愿望他都达不到 嗯 所以他们就开始在外面去寻求一些刺激 或是甚至去使用毒品啊 一些药物等等 嗯 他们就是为了满足心里空缺的那一块 嗯 有些可能是需要哎就是 亲情的温暖 或是想要有些冷际关系 可是他们都得不到 在学校在家里都得不到 嗯 所以他们就转向到一些副相的团体 像是一些帮派啊等等的 去寻求那个归属感 嗯嗯 所以我觉得发现青少年是很需要这样的 这样子的归属感 那像我们这边也是就提供他们一个 就像第二个家一样 嗯嗯嗯嗯 就他们其实很大部分的时间 上班时间都在这里 嗯 可能他们到了下班时间还不想回家 嗯 就会留在这边 那可是我们这边工作人员 就是社工救护员 或是说店长等等的 其实我们是用正向温暖的方式 去跟他们建立关系 嗯嗯 所以他们反而会有机会是可以协助他们 解决他们生命中的一些困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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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出來的時候是害怕會被人貼標籤什麼的 但是其實來這邊是還好 但是如果是其他朋友那些的話 我可能就不會多講說我是什麼什麼的 所以你的朋友其實沒有幾個人知道你的這個狀況 對 那就是在這段時間裡面 就是你的家人可能就這樣陪伴你 然後他們也沒有就是說 因為這樣可能就不理你啊 就是你自己覺得說就是這個陪伴 因為像你就會擔心說朋友可能會就是因為這樣就不要跟你來往的話 你自己會覺得就是家人跟朋友之間 就是為什麼你可以比較信任那個家人 而不是說我覺得我的朋友一定不會這樣子對我 家人的話是會有一些 畢竟是家人那可能會有一點對你一層的信任 那如果只是朋友的話他如果不了解你的情況的話 那他可能會有一些誤會什麼的 所以相對來說家人會比較稍微信任你 對 我覺得對我來說的話 邵關所其實是一個 那我蠻害怕恐懼的地方嘛 對就是我覺得 在那裡面我覺得非常 對我來說有很大的警惕的作用這樣子 進邵關所那一次之後就是 我把我以前的生活啊朋友圈都是都斬斷了關係這樣子 然後讓就是讓我自己的生活圈都是在家人啊 公司裡面對去過 一方面也是因為自己目前沒有讀書嘛 所以就是也不想讓自己那麼囤廢 就是讓自己可以學一點才藝嗎 或是我自己本身對做飯也有興趣這樣子 對就想玩餐飲這方面去走 第一次是在八月的時候 其實在去年的年初就有聽說過 但是就一直沒有來 就是當時還想玩嘛 就沒有來這邊去試試看怎麼樣之類的 對到了八月的時候我才第一次接觸到這裡 當下是保護官要求我說要有一個工作 然後我的社工跟我提起這個 然後保護官也是強烈要求我說 就是來這裡工作這樣子 那一開始就是抱著可能隨便啦 隨便的態度就是來這邊上班啊面試這樣子 然後到了就是一開始我們有一個叫初坦的東西 就是跟舊府員啊社工會聊聊天這樣子 然後到了後面見習的時候 就是覺得這邊的環境跟外面的公司比起來滿不一樣的 對就是可能他們對待別人的方式啊 或是態度都是比較溫和一點 就是有點像一個中繼站的概念 就是讓我們可以去適應 比較早適應外面的社會啦 對所以我覺得在這邊是一個滿好滿不錯的選擇 所以就是有讓我感覺到滿溫暖的 所以其實聽起來像少管所比較像是一個 就是讓小朋友在正常與犯罪當中的一個中繼站 就是讓他們去裡面接受一些 不管是行為或心態上的一些教育 但是如果說他們進到少管所的墓地 是為了讓他們減少 或者是讓他們的犯罪行為歸零的話 主任你覺得少管所的這個存在 有辦法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嗎 我覺得少管所其實基本上就是 讓他們先暫時緩衝一下 對通常就是說進去裡面 其實一般的孩子進去都會很非常的害怕 因為他可能年紀十幾歲 然後第一次離開家裡這麼遠 然後還要被剪頭髮啊 然後有些可能是有一些使用一些借據 手銬腳樓等等 對他們來講其實都會有一些警示的效果 那我覺得在裡面其實暫時跟外界隔離了 就隔離他的一些家庭 然後隔離他的一些不良的一些朋友等等 所以他反而有更多的時間跟自己在一起 然後他們就有更多的時間去可以想想 自己過去現在未來他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導致於他現在在這裡 那我覺得多一點的時間 讓孩子有機會可以思考 那我們的社工其實每一週都會進到裡面 去幫他們上課 不管是團體的課程 或是一對一個別的輔導 那我覺得都有助於刺激他們去好好地思考 未來的路要怎麼走 不過其實像是在台灣也有一些就是犯罪專家 他們有講到說 小朋友進到那個接觸監獄的時間越早的話 就是進入司法程序越早 那他們在未來停留在這個監獄的時間就越差 對 就我們其實以食物服務的經驗來講也是這樣 所以他們可能從小就是在可能哨觀所啊 就是矯正院校等等的 他們就會覺得在裡面有得吃 因為他在外面可能有一餐沒一餐 還要去偷飯糰 然後他在裡面有人吃又有人可以管他 就是主管他們覺得 怎麼這個人比我爸爸還關心我 會教我一些做人處事的道理 那久而久之他就會把這個 這樣子的環境當作像家一樣 因為給他溫飽 給他關懷 那這樣子如果他越小進到這個系統 他就覺得說這裡是像家一樣 所以我出來之後 我在外面可能有一餐沒一餐找不到工作 老師也不喜歡我 那我還是進到裡面好了 他有可能就是終身都會在這個司法的系統裡面循環出不去 所以其實聽起來感覺他們進到這個系統 除了本身行為的偏差 感覺有滿大一部分是因為他們希望被關注 或者是他們覺得透過這樣的方式可以博得一些愛 或者是大家的同情等等的不一定 就是說那個東西可能是他想要的東西 那像是就是在這邊蓋這個蔚來咖啡 那當時在就是建立的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遇到可能林社之間會對於說 我們蔚來是一群更生少年要在這邊 他們會有一些異樣的聲音嗎 其實多少會有 雖然說我們已經沒有掛招牌了 可是像一些街坊鄰居他們還是會擔心 可是我們就邀請他來 我們其實在疫情之前 我們會常常辦一些社區共和的活動 我們就在門口辦藝賣會 或是說我們會辦一些就是 像復古趴 我們跟這邊的獨居長者一起合作 我們就幫他們拍照啊 攝影棚等等的 然後讓他們跟我們的孩子有些多一點的接觸 那像之前有一些風災啊 有些就是很多 因為我們這邊比較低哇 會淹水 所以我們就帶我們的孩子去 就是幫忙掃街 然後幫忙去撈水 然後鄰居會覺得 這些孩子其實跟一般的孩子沒有什麼兩樣 然後他們開始就會接納這些孩子的存在 我們希望是用一個社區的力量 來協助這個孩子 讓他們被接觸 是 這一道叫什麼啊 這一道嗎 我現在是要炒我們定時的配菜 哦 所以這算是你的拿手料理嗎 嗯 其實現在這個廚房都基本上都是我在管 哦 所以你是大廚就對了 對 所以現在這個廚房的東西都是我在弄 哦 所以就是全部都要匯 哇 那這些菜單啊什麼都是你自己研發的嗎 可能是前面的 就前面的員工啊跟店長一起研發做出來的 然後你接去完成它 對 然後我們現在也是有在可能研發新的菜單這樣子 哦 哦 現在我在做的是那個 我們定時還有牛排的配菜 然後這個是炸南瓜嗎 炸南瓜 對 哦 但那個麵糊的顏色看起來很特別 跟一般麵糊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用的是那種日式的炸粉 就是炸糖洋雞的那種炸粉 哦 可能吃起來就甜甜鹹鹹的這樣子 你是說它的粉本來就已經有調味了哦 對它的粉本來就有調味 哦 哦 哦 哼 哼 就 沒事 好了它要大火快炒囉 這個是你之前還沒有進來這裡你就會這樣煮了嗎 對因為我自己本身對餐飲這方面有蠻大的興趣這樣子 哦 對 對 所以你在這邊工作多久了 半年 半年以上 半年哦 那你未來呢 你對未來有沒有什麼想法 還是你覺得就 如果可以就繼續待在這邊 可能會再待一下子 然後可能之後會想要存錢開店這樣子 也是開咖啡廳嗎 對 對 哇 自己的咖啡廳哦 就可能比較偏美式一點 可能有 煩飽薯條炸雞 對對對 那一方那一方 因為你自己喜歡吃這個 其實也不是耶 就可能比較喜歡那種 那種感覺 美式比較free一點的感覺 哦 你自己這樣子做這些工作 你有沒有被燙傷或者是 有啊刀傷刀傷 然後這隻手全部都是油炸炸出來的 你說刀槍是切菜砍到的嗎 切龍對 對切菜 對對對 難免都會有啦 那就自己擦個要貼OK縫這樣子 對啊 甚至有時候也 就沒有用 真的很忙 真的很忙的時候也沒辦法用 哦 對 小心小心 對 就是這種燙的 有拍到那個 驚慌失措的對比嗎 這就是大廚的風範 你們有 你們知道我幾歲嗎 好 我猜 你應該 18 19而已吧 再猜一下 多還是少 少 不可能 15 16吧 差不多 真的假的 我現在16歲而已 16歲差不多是 國 國二 啊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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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所以你是什麼時候 進掃班所的啊 我是在 去年的5月的時候 進去掃班所的 是因為什麼事件呢 那時候是因為 詐欺這個東西 是那個 車手那種的嗎 對 沒錯 那你也是被騙進去 當車手的嗎 這個簡單我可以 這個我可以幫你 那幫我夾8個 好幫你夾8個 所以你也是被騙進去的嗎 對 要擺盤嗎 主廚 應該不用 好 就隨便亂夾就好了 對 先夾8個 好8個了 然後就幫我放到微波爐 微波爐裡面按3 直接放進去嗎 直接放進去嗎 我還是一個稱職的小幫手吧 你們一天的工時大概是多長 也是8小時嗎 對都是8個小時 可能只是有時候 會想做得更好一點 所以會留下來 再多練習 對再多學習一些東西這樣子 好 看起來很好吃耶 我們其實每次做餐的時候 都會滿想吃的 就做到很餓這樣 所以你真的很會接牛排喔 對 可能在這邊應該沒有人 我說第二沒有人敢說第一 牛排的話 不然我們有沒有店長 店長他也是以前在內場 但可能現在我進來了 就是變成說換我 你就是小店長這樣 對 就可能換我一個人在內場忙 然後他就可以忙 可能比較多行政的事情 改變不是一個人做很多 而是一群人一起做一點點 台北就是一座五光十色的城市 每個人都在這裡 上演著自己不同的故事 歡迎你跟我一起 續寫台北 還有一群人 跑到家裡 一群人 床 腦袋 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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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懿 在這個疫情當下 有很多人失去了工作 可是為了要養家活狗 大家都還是要找工作 一般人都會向往那種 待遇高 輕鬆轉 可是往往就會陷入了一些 詐騙的陷阱 在這邊我要特別提醒大家 有幾個關於求職的詐騙的陷阱 首先第一,他們會要求你要提供你的提款卡跟你的存責 然後來協助提令顧名款項以換取薪資 第二,要製作薪水帳戶跟加入企業會員 然後要求你提供你的身份證、證本還有你的存責任務 這時候你往往就先入人詐騙集團的人頭帳戶 第三,會以要製作員工制服或者是矯件綁費向你們騙取費用 這都是比較常見的一些雜騙的陷阱 各位朋友,如果你在求職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偵裁公司需合法立案且正派經營 第二,千萬不要隨便交給陌生人你的帳戶、提款卡或者是身份證件 也不要亂簽署任何文字契約 第三,通常跟你講說錢多事少離家境 通常都是詐騙陷阱 在這邊我要特別提醒 在求職的時候,如果你提供你的帳戶 或者是協助提領不明款項 是有可能處犯詐欺罪 未成年的朋友,如果你們一樣犯罪的時候 你的父母是要負相關的民事賠償責任 所以在這邊啊,我要特別提醒爸爸媽媽們 請多關心小朋友 如果有任何詐騙的問題 你可以直接打165詢問喔 在這邊,祝福各位,求職順利